9块9三颗还带玻璃瓶的观音竹 而且是从海南系过来的 开箱 我的妈呀 我没海南直接快递都到不了是吧 妈呀 还行啊 就是 稍微有点脱水了 大家可以看到 像不论是观音竹 还大家收到的水培竹子 有花儿也是老师一直问我 一些个养护的事 有的花儿说老花姨怎么会有黄叶子 有黄叶子是吧 这种东西呢 一旦出现黄叶 我教给大家一个办法 就这样 你把它拿剪刀 剪掉 如果下面的叶子黄这种坏啊 它水很正常 你给它撇了就行了 然后咱们在养护它的时候呢 浇水 它这个杯啊 它应该是 这种是一个套杯是吧 然后它又给了个玻璃瓶是吧 这个玻璃瓶挺好的 挺美观的 就这样是吧 挺好 挺好挺好挺好的 值啊快递费肯定值啊 我觉得应该是新店刚开 然后是吧 然后是赔钱在走量的 哦 还是可以的哈 9块9 浆水 然后加上水就可以了 有的话说 我看他们说黄叶子 那加铁钉 你有时间了 勤换换水 这个水里面的营养啊 够它涨的了 还有氧气 你想起来就换 想起来就换 这个不怕你换的水勤 明白了吗 水里面是有一定营养的 最好是困水 就类似于河水的那种感觉 经常刷着点杯 有话说往里边放铁钉 铁钉它也不吸收 我大舅子缺铁了 我大舅子缺营养了 寒住 别说话 能行吗 有用吗 没用 明白了吗 这是要懂这个事啊 也可以土培 经常换水就行了 水里面要加营养液的话 大家选好一点的 往里面加个两三滴就可以了 你像夜郎几号来的 夜郎五号 夜郎几号 夜郎五号 可以加几滴就够了 一般好的那种水培营养液 都比较贵 你像它这个 里边估计就是 两个树 尿树和色 这种没什么用 很多的话 买回来的一包的倒进去了 烧死了 别那样整 你要是真想用它这个 就少用 你要剪开 低个一两滴就够了 剪小一点 这样低个一两滴 低一点就够 好吧 这些用个夹子夹住 到时候留着再用 这些够用 这一个够用 差不多小半年了 懂这个事就行了 好了 别的没啥了 我觉得 满分 九块牛三颗 满分啊 人家讲不出人家差来了 这个缓一缓 叶子就自领起来了 如果说自领不起来 怎么办 你这样往下一撇 看到没 这样往下撇一撇 就行了 它就缓得比较快了 还有就是它黄叶的时候 营养不够的时候 都是下面的叶子先黄 这种一撇就行 还有你们养的养的烂根了 这来那的都可以按照 这种撇叶子的方式 一撇就行 叶子要那么些干啥 换说我叶子黄了 下面的黄不很正常吗 老是给你们念叨这个事 你前 你结婚了 你前女友这来那来 都关你什么事 是吧 对吧 就这个意思 好了别的没啥了 还是满份的 希望这个同行能够早日好起来 大家也可以去照顾照顾他的生意 我把他的这个链接给大家放到小黄身了 拍不到呢 到斗那边就可以了 我是老花衣 养花脆转衣 白的撮包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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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